那一年相遇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要怎看着情谊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每年导师感恩天地 凡人所有的超马家人 FB前面的观众晚安 还有所有的超马家人晚安 其实我蛮紧张的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正式的做分享 因为我都会怕说我会讲话 讲得不好 所以我就打个草稿 允许我按着草稿念 好吗? OK 谢谢 上个礼拜来参加这边的分享会 然后对方学姐她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下礼拜来分享 那其实我以前 我都能够推我就推 可以躲就躲 那我这一次她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 你准备好了吗? 因为她一直知道我都没准备好 她问我说 准备好了吗? 给你三分钟考虑 那我考虑了好久 一个分享会我们才跟她说 那我就想说 好 我只要打了草稿 我照着稿来念 应该我可以把它完成 所以其实今天我也需要大家的鼓励 谢谢大家 好 我是台南的颜真 加入了超级生命密码一年半 那我现在来分享 我加入超级生命密码的历程和心得 我是由婷姨和冠军母女接引进来的 原本我们都是在同一个道场里面 美会必道 很认真在修行 当时冠军姐她天天到道场去通宵打坐 那种修道的热忱 只能让严真很感动 然后她的为人又让我很敬佩 所以她愿意带着我一起休息 我当然是很得意 那时候我是因为和我的立民伴理念不同 实在是没有办法沟通 然后又求助无门 那我就独自一个人离开台北 南下走入道场 那后来因为自己的无知无明 又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 整天就是以泪洗面 那冠军姐看到这个样子 她就伸出援手 她每天都去陪我 然后带着我重新站起来 同时她发觉我有点异样 乖乖的 就带我去看医生 那是躁疑症 那吃药的效果不太好 那就没有吃了 就这样子 那2018年呢 因为提你的介绍 我们就去参加了两次 亮圣的导师的大活动 那他们两位都感受到 会场的能量很强很兴奋 然后问我说 颜真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 我不知道 没有感觉 那我的问题就是没有感觉 那8月底台中的小巨蛋盛会之后 冠军姐 然后她就得到一个消息说 导师在当思维教师有开课程 那还有名额 她就建议颜真去看老师 她说你去一顿一咨询好了 然后她觉得我的问题是要这样子 那我想说自己一向也很认真 该做的都做了 可是好像没有什么进展 那就不妨去试试看自己就这样想 但是叫我一个人去 那时候在旧系统 现在是新的 从来没接触过 我说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害怕 那我说那就请冠军姐说 那你陪我去好不好 那她觉得说我有需要 她就很假意气地说好 就答应陪我 那就这样子 我们两个就暴敏就去了 那时候不懂得什么是抄马 精英会什么 我们都没有参加 然后就直接就跟着那个团体 就到那次去了 那在路上那个师大哥 我们谈的师大哥 他就好兴奋 一直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加入了以后我发愿 然后呢 我一个五十几年的那个烟 烟影就戒掉了 然后好兴奋就一直讲 他的故事给我们听 那到了拉斯的时候呢 我们下车要去 要先去跟老师吃饭 那一段时间就要搭游览车 结果一上车呢 那个金梅姐 她就开始了 她是车长 她就开始那个网络的精英会 然后又直播 那我们两个那时候真的是 呆呆的以为 就是一般的那种就是朝圣 根本什么装备都没有 还有这种事情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压抑 然后每一个人出来分享 都有很神奇的故事 真的是都很震撼 那冠军跟彦珍 刚来也不知道这个团体 他们都是用手机在联络 也没有学到说进公庙 也没试问 然后第二天早上想说 应该就是像一般出去旅行 就会有monitor 结果没有 那第一节上课 我们就迟到了 就很尴尬 可是老师她很亲切 每次碰到都会说 Hello 你好 她就这样 然后就慢慢的在安心 然后认真的上了老师师听的课程 老师她非常得到 賣力的在教我们 那我那时候真的 一次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认真的学 然后想说 我来了这一趟 我能不能突破 最后老师就带我们做心法 然后老师问我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 那时候我就很勇敢 我就说 老师我看到太阳了 你看我的需求不多 看到太阳很高兴 就觉得这个是我的礼物 那回来的时候 在机场的游览车上面 又在开直播经营会 那一个一个点 同学 同学现在好多 好像分享不完 那种感觉 然后我听得很高兴 爱听 然后也被顶到了 然后我就说 这是一个摩登的修行系统 有别于我们过去 那个修行的框架 所以要当一个摩登的修行人 才跟得上队伍 对不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回国以后 因为我从来那些书 那个去参加过活动 那大概就是书 也是天语界我们的我也没有 就大概读过 读了很久没有特别的感觉 那回国以后 为了要如法师修 那好像十二项功课 真的是每天都很忙 有法师要读书要听音课 然后做功课要体验 还要听音乐 全部都是新的 那我就每天都很忙 半夜都是摩登很晚的 才能睡觉 有时候没什么时间睡觉 所以之前的那种躁郁症 迪梦德没有了 早就不见了 然后回到台湾以后 那个十大哥 他是经常邀冠军 汉活 然后各个精英卫去分享 所以这个大士维加师 回来的 其实自己很恐慌 我哪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 其实我都躲起来 因为我有代言人 我都说 代言人就在那边 那一直到今天 躲不掉了 好吧 就硬着头皮上来了 那同时我也跟我的妈妈报告 说我去大士维加师 那种点点不低 那妈妈听了 她也觉得说 喔 你们是崇拜太阳 那太阳 每天照射太阳 以前我爸爸在的时候 他也都是每天都要在那边晒太阳 那我妈妈说 这个很好 然后她就想说 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她就跟我们一起 然后那个施拉哥 带我们去各个精英会 然后我妈妈也跟着去 然后她就觉得很开心 尤其那时候 每个礼拜五吧 晚上就到对方学姐家去 那个精英会 那时候好热闹 然后每次去都有吃的喝的 然后她很开心 然后她自己有时候住我家 有时候从嘉宾都自己到后者去 这时候 在这里我要谢谢瑞芳学姐 你的热情接引 我跟妳 那冠军学姐跟我一起 到达大师去参加以后 她就跟我说 这个是这个很好 我们一定要每次都来参加 她就问我说好不好 我只会说好 我不会说不好 那我就说好啊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那觉得说我们能够 能够遇到这么疼爱世人 谦虚又了不起的导师 是此生最难得的际遇 一定要紧紧跟住老师 那我们就这样决定 只要老师开课 我们都要参加 在地球存满危急的时刻 只有以失智为己知 感会推广爱与感恩 来救地球最重要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跟马不停止的到处分享 严真就沾了法医 当老师粉丝团的钢本 好 母亲她在去年过年她也去参加大师回教师 然后本来开心 玩得都跳起舞来了 可是回到园馆就突然生病 上一度下泄 有严重的咳嗽 幸好老师帮忙 她才平安的回国 真的是很感恩导师的相助 那3月呢 我们在去大师的时候 导师要冠军节呢 就开办金银会 所以我们在10天之内呢 就把圆满人生金会就开始了 这个也都是感恩导师的加持 我们才能够克服诸多的困难 然后让这个金银会单身了 那我们觉得这个市局真的变化太快了 只有跟着导师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就一直参加20盘 那我的肇育症不见了 妈妈她在去年10月24号 我们回来的时候 她也就决定翻过来跟我住 然后两个人互相照顾 那我们安安团队就多了一个好帮手 那我们开始又到严田里去办金银会 在诸多的学习里面 严真体育部道 我们要修身取家才能自果平平下 这个道理我现在学会了 然后我知道只有把自己弄好 然后可以批养全家 我不是像以前说只有自己修好 就可以批养全家 不是那样的 是要把家庭也弄好 那妈妈翻过来住 我们两个就是要相亲相爱 那我把这个地方弄好了 我的修身取家就做第二步 这个呢是我到这边来 我觉得我慢慢在步入正轨 也是我在诸法师修的一步 那严真修的不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只要真的跟着老师的脚步 你做对的选择 那坚持下去 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果 好 音乐时间到了 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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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